副總統賴清德 五號到金門宣講公投 才剛剛準備離開 就遇到一名王姓台商 攔下來陳晴說自己在中國 經商工廠被當地政府全拆光 挖土機隊的建築物開挖 一旁都是拆下建材殘骸 拆除工廠地點 就在新疆克拉瑪一市 這處村莊 面對巨額損失 台商實在無力招架 王姓台商今年因為疫情回國 本來在中國從事綠能環保 花了百萬土地補償費 給新疆當地政府 在二零一五年順利拿到 土地五十年的使用權 二零一八年蓋好新廠房 只使用短短三年 今年十一月二十號 當地政府無預警派出拆除大隊 將廠房移為平地 直到兩天後才通知臺商 心血結晶 一夕間全泡堂 因為小三通沒開 王姓台商回不去 陸委會也表示會保障台商投資權益 儘量協助 不過中國當地政府承諾台商 說好的五十年土地使用權 還做不到十年就被拆光光 也讓台商的心血血本無歸 三零新聞業績好 下報名金門採訪報導